完成了大約19公里的大帽山2匹後 吃過本麵休息一會後 我們現在就在全錦公路向甲龍出發 準備第三匹 這段路講得相當容易 在全錦公路經甲龍臨徑下去鮮奶農巡 再經甲龍古道上來這個全錦公路 再上大帽山一次 然後下來連續一道 這樣就完成了 但如果你駁了19公里後 在這個位置還要到甲龍再上來 我告訴你,選擇一個落地又像反人間的感覺 不相信,你自己來試試吧 跑沒多久過了巴士站 看到兩個告示牌寫著河貝越野單車徑 我們也沿著河貝越野單車徑上去 甲龍臨徑 就是我們要走的路徑 行人 越野單車 我們走回行人這邊 進來不久 看到有個分岔路口 左邊河貝越野單車徑 右邊是甲龍臨徑和古道 我們是先走臨徑 回程是古道 即是前面有個分岔路口 這段路現在跑來很爽 現在回程我們也要上一次段步 到時又有另一個感受 現在大概接近下午的三點鐘 太陽沒有今早這麼冷烈 應該會玩得舒服一點 這一段的時間 好,注意來到分岔路口 直去是甲龍古道 左邊是甲龍臨徑 先看看大會的資料 我們先進去臨徑 希望我沒有錯 先進去臨徑 即是一會兒我們就在古道上來 這段路會有單車 大家要走的時候 小心點 互相尊重 互相禮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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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連接一道食物 再到全錦公路 再到這個甲龍廠 放一個框上去 大概是六公里左右 總算一下 現在的時間 就未夠三點 兩點九左右 看看可否一個多星球 上得回來 公取時間 來到這個位置要注意 這裡都有指示牌 這個九十度角 就是甲龍臨徑 直去 這個叫做 滷牛嶺 左邊行人 這裡要行單車 小心點 這就是直去可以玩單車 我們就沿著 右邊這條 不可以玩單車的 甲龍臨徑 繼續跑 原來叫聰明智 後面有人 謝謝 不好意思 不要緊 快馬先 不要這麼說 剛才提過一些比賽時間的計劃 說說這段路 其實下山是好路 這些路 現在要做時間 一定跑著去 我的計劃就是 跑到下面 甲龍 牛奶公司那裡 飲完牛奶 補給完之後 慢慢地上去 這裡可以開快一點點 那段上斜 就自然是回氣位 然後最後一段下來的 也是可以跑著 這裡就賺了一些時間 上斜 就快不了多少 這條的 甲龍臨徑 其實非常之正 樹音指數又高 由高點到低點 相對的容易走 當然啦 風景就比較 被那些樹遮住了 如果你說純粹想出來 郊外行走 輕輕鬆鬆 沒有那麼大攀升 這條由重感公路 到甲龍的甲龍臨徑 都值得考慮 好 差不多到引水道 清楚時間 這段路大部分時間 我都是跑著去的 所以畫面比較衰落一點 建築版去引水道 那我們就會沿著牛鮮奶龍場 正正對面 我們沒什麼需要補給 開了 之前就沒有開了 OK 我們就轉右 然後上去甲龍古道 前西小寨 就是了 這個位置 就算不補給 也要先抹一抹臉 讓人醒神一點 再繼續 OK 接著我們就沿著引水道 向這個 右手邊方向繼續走 這段引水道 我們大概要跑四百多米左右 然後就會見到右手邊 有一個上山的位置 都幾明顯寫著 有甲龍古道 慢慢捉著去 要爭取一些時間 要不然又是要摸黑落山 跑一跑一跑 突然醒了一樣東西 很重要 我們不記得先在龍場門口打卡 如果我們比賽的話 我們要打卡 確認我們到了 我要模擬我正在比賽中 我要回頭打卡 唉 又失了點時間 GoGoGo 來回鮮奶農場的門口位置 剛才其實因為很多人 所以我不想在這裡久留 剛才我們要下山 下山之後 在這門口記得打卡 現在我要做回打卡的動作 來回鮮奶農場 一個不小心忘記打卡 來回應該都不見了 有三百米左右的距離 那玩越野賽 其實經常都有些情況 那真實比賽 那真實比賽 就沒有了 忘記在CP上 晶片 或者scan 但是很多時候 都會因為走錯路 那 都是那句看密的地圖 來不來檢查一下自己的裝備齊不齊 路士有沒有走錯 減少出錯的機會 GoGoGo 繼續跑 爭取入客之前完成了整件事 好了 這三百多四百米很快就跑完了 看到一個入山的位置 直去出全錦公路 那我們就會沿著 轉由 甲龍古道郊遊坑 上回到全錦公路 最後才是下來的位置 是不是很煎熬呢 玩這些十多燈 十燈 七燈 就是這樣 玩意志 難到我的 來 上吧 古道的路況 比林路是崎嶇一點 攀升也是大一點 看看路況 好 一路上這條甲龍古道 就說一說這段 上去全錦公路的路邊 大幾遠距離 從剛才的路口上到全錦公路 大概2.4公里左右 都要慢慢向上去 然後 就是上回大曼山的山頂 然後落到連潔道 那就完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 繼續走 這兩條甲龍林路 和甲龍古道 其實我也一直想拍一條影片 就介紹這兩條路線 一上一落這樣 遲遲都未拍 想不到今次呢 這條Rachel Run的路線 已經重疊了 這條我想走的路線 可以順道介紹一下 其實路況是很適合 這個初街交遊的朋友 隨便選一條上 隨便選一條落 或者只落不上 都可以 然後走到下面 去河背水塘 打個Round 接著在大南交會處 搭車走也可以 搭小巴 出回元朗也可以 OK 我們看到6203的牌 我們正在逆走 我們會去到6201 然後再出回馬路邊 按照數都不太長距離 現在是1.5公里 按照數都還要1.5公里 好了 又見了一輪標示牌 6202 即我們走到500米 還有一個牌 再加起點 即1公里左右 就出回馬路了 加油加油 這裡有個很漂亮的水池位 這個位置很爽 不想那麼低 這裡有個貴妃池 OK 這個位置挺漂亮 同時都沒有為意 做個360度 都180度的景觀 給大家看一下 不錯 一直看到下面 都做了幾個潭位 OK 爭取時間 繼續去 剛剛仔細一點 再看地圖 那條石墊 是甲龍石墊 這個甲龍石墊 上樓的水池位置 開陽一點 就更加漂亮 這條路 平時交遊的都覺得OK 怕辛苦 由上而下下來 看見這些水間位 都已經值回票價 剛剛都說過了 這條甲龍古道 比這個甲龍林徑短 換言之 斜道會比較多 走極不盡的斜路 現在 差不多這個斜路盡頭 就接回甲龍林徑 和古道的匯合處 按斜仔斜路 然後應該有斜仔的平路走 好了 又看到一個標示柱 6201 就是最後500米 就出馬路了 現在這個位置 拍照樓梯站在這裡 剛才說上樓梯就到了 是上完樓梯之後 前面是還看到這條樓梯 面面無盡 上去也還沒完 在這個這麼疲勒的新區 來到這裡應該大概 手錶顯示就走了27-28公里 我想應該實際沒有的 應該有些不差出現 全程34公里 那你連這道上大帽山頂 下回來 都應該是9公里左右 那34-9 即是應該是25公里左右 現在 OK 捱過去吧 去回連這位置之後 上大帽山頂就 是很容易的 撐起來 好了好了 看到前面有路牌了 接到這個 甲龍林徑 和甲龍古道的分岔路 認得這裡嗎 剛才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轉了 下去這個 甲龍林徑 那裡是長一點 但是那個攀升幅度 就沒有那麼多 這裡就短一點 攀升幅度就高一點 按上這條斜路 看到家鄉的了 加鄉的意思 指這個 全錦公路 來到這個分岔路 直去出了 全錦公路 但我們會 沿著路線走 轉右 然後去回 剛剛那個 甲龍林徑 那個入口處 好 出回馬路之前 就說一說 剛才在蓮姐 補給了1.25公升的水 打這個回合 已經不見了680 即是685 完成了 預下 這個上大帽山 再下來 自己衡量 如果不夠水 就在蓮姐補給多一次 又來回這個位置 看到這隻蟻仔錶 然後還未來 下坡 就去回下面 全錦公路 下回全錦公路 好 出回這個位置 下回馬路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又來回這個位置 那我們 又繼續跑跑跑跑跑 不是啊 剛才說要回一回氣 不要回去 到對面馬路 車站後 再到蓮姐 好了 準備過馬路了 看清楚有沒有車 然後 就沿著巴士站後 再上一次蓮姐的位置 這次上山 就不用走和塘崗 過往這個大帽山道 就可以 可以的 剛才大概2點半離開連者的位置 現在還未夠4點半 就回來連者一道 即是用2個小時去打這個回合 比預期慢了 但沒辦法 算是這樣的 沒什麼操練之下 我自己收貨了 差不多到連者一道 其實這條34公里左右的比賽 攀升幅度是非常之高 總攀升是3400 其實一般的100公里比賽 大家熟悉的HK100 或者是艦艦行者 都是說5000左右 辣一點的嘉明100 都說好像6500左右 當然它短了 但也有攀升幅度在比你的 要說每一公里攀升100 絕對是辣的 所以我要長辭去喝多罐可樂 給個小子自己喝可樂 OK 休息了 我已經忘了再上來這輪 要不要打卡 如果是這罐可樂 就當幫我打這張卡 在這裡休息一休 才完成還有最後一燈 這裡好熱鬧 要回一回氣 享受一下這裡的涼風 好了 休息了大概5分鐘 要喝個罐可樂 現在是下午4.7個小時 那我們就出回去大帽山道 最後一燈這個大帽山的山頂 好了 出回來馬路 開始慢慢上去 前方就是我們的目標 最後一燈 最後一燈大帽山山頂 再捱上去吧 現在時間已經是下午4.9個小時 想不到太陽仍然這麼慢烈 看看天文台的資料 現在還是28點幾度 加上這裡的體感溫度 又是30幾 好 熱死人今天 雖然是有點熱 但是看到這些藍天白雲 我又覺得真的很值得 今天假日 每個人都駕駛車來行山 是駕駛車來行山 如果那些車可以上到大帽山的山頂 那我想他們應該是駕駛到山頂去行山 然後就駕駛車下來 那也是行山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其實知不知道交遊的目的是什麼呢 好 又近了 快到閘口 又要繞一圈才行 大家不解 不是說駕駛車不對 但是明知這裡會失去 那無謂駕駛上來 其實這段路已經是山路 看在下面又慢慢走上來 感受一下這裡的風景 其實不是OK 也只是想求行山而已 那些車都上山頂 然後看一看下來 那有什麼意思呢 現在在這裡打完困擾的車 好了 我們又來到閘口前面的停車場位置 在這個閘口去到波波頂 大概是2.5公里左右 2.5乘以來會 即是5公里 再加上去落山道 大概是7公里左右 就完成整段路程 這個分岔的位置 說一說 右邊轉向去 就是斯洛沿的方向 左邊的閘口 就上大無山頂 又爭取時間 跑一段 跑一下停台 這輛車就會跑得安心一點 我剛才聽到那些微微聲 上了這個位置 看回到外邊 看到嗎 剛才我們經過的苗高台 我們剛才第一次上大無山 就是這個方向來 天氣很清晰 天氣很清晰 OK M150 我們應該要去到M147的位置 即是還有3個標示牌的距離 目標已經在前面 好了 來回到這個熟口熟面的位置 我們第一次登上這個大無山 就是從這裏走出來的 接著就在對面 再進山 我們現在 再找一次入口 再一次來回到這個入口位置 再上一段山路 好了 差不多上到路口 不如我們回看 剛剛的路是怎樣 上一個回合都沒有看回頭 OK 是開陽的 不難走的 這樣就省下段底的石屎路距離 出風來馬路 繼續轉左 向上方向走 上到了這個位置 看到太陽還蠻猛烈的 前面這個位置 就是農友拍日落的 很喜歡拍日落的位置 這裡慢慢收的太陽 其實很漂亮 今天我相信這個落下 都應該相當不錯 上完頂下回來之後 可能畫面又不同了 到時候再看看 看看外面那個雲層多漂亮 還看到有飛機 罕有的飛機 這個畫面很棒 又來回這個上山的位置 這塊石 由早到晚都非常失望 第一次來入 很多人都在拍照 到現在 約5點鐘 都依然很多人都在拍照 這麼漂亮的天色 值得拍照 這麼漂亮的天色 目標就在我們左邊 看回右邊 那個紅霞 那些雲層非常之正 這個旋灣淡水壺都清楚看到 後面看回獅子山 跟著再看回這個波波 我們一落下打 翻過來 有金霧色 畫面超棒的 好 繼續去了 五點半前去到波波頂可以 好 十七點二十七分 來到第三燈 第三吃這個的大霧山山頂 這位挺漂亮的 拍照先就來打卡 好了 打完卡 我們還沒到正式的頂位 巡礼都在這裡打個圈 才回頭 走到山 我也是第一次試 一天裡面上來三次 兩次試過 三次是第一次 都在這個三角位置 打個圈 當完成這個第三燈 這位挺漂亮的 樂閒拍過去 OK 非常之好玩的活動 那就第三次上來了 不知道遲些 會不會有四燈五燈 其實還有很多路上來的 OK 下去了 如果是夜玩的 那就慢慢下去了 如果是想做時間的 這些樂山路 當然是跑下去了 那我也相信還有氣有力 現在就決定跑下去 這次樂山就不用再上和堂崗 就直接在這條大霧山道 跑到底就可以了 去到蓮姐道 再打一張卡 看看會不會獎得自己一罐汽水 今天的景色超漂亮 這條片 都希望可以多些漂亮的風景 給大家看 沒什麼可以這麼清的 還要是清足傳入 上去下來 回來呢 太陽的景色已經完全不同 好漂亮 不如就保持著畫面一陣子 跑下去吧 剛才我所說很漂亮的轉角位 已經站滿了人 今天大家來玩這個比賽的時間 好像我這樣 九點鐘起步 拿快一點時間 這個時間來看這個日落 都相當不錯 超棒 本身我想趕這個六點鐘之前下去 但可能被太陽搞一搞 可能又要停下來拍照 多麼熱鬧 好 轉過彎 鹹蛋黃色又不同了 顏色 不停下來真的不行 還有這幾條芒草 難怪這麼多龍友會來 也有暴日落 超棒 平時都見過有日落美景 但今天這個真是100分 應該我見過最棒一次 實在不捨得適合機 跑過去吧 到時看着怎樣展現 因為真的很漂亮 不是開玩笑 每個人都要打卡 拍照快鏡會不會慢慢出現呢 倒不如反過來 看一看的樣子 今天這個日落呢 真的一百分 其實香港有時真的有些很美的風景 未必一定要去外地看 今天這樣捕對這個日落呢 真的比你去外國看什麼美的風景 真的真的沒得頂 如果有大機在這裡就正了 17點45分 來回閘口 做15分鐘 究竟可不可以去到連邪道呢 如果15分鐘去到連邪道呢 就是9個小時完成了 這3匹的大帽山 我現在就會跑盡去搏一搏 我被車堵住了 我已經忘記了有幾個公里 大概是2公里至2.5公里 15分鐘跑下去應該OK的 如果沒有阻礙的話 然後有一個車堵住我 其實他夠老過的 不知為何他夠膽過 我不管他了 那我自己跑下去 他要過就讓他過 好啦好啦好啦 我終於就這樣過了 其實這裡有很多新機駕駛 也挺恐怖的 我變一架 比賽最好玩之處就是趕時間 假設如果這個比賽 是9個小時要完成的話 我現在就只有10多分鐘要跑下去 跑到就是合資格完成 跑不到就被DQ 那你說是不是很好玩 那其實不是說終點 這個桌點其實是限時的 譬如我們之前玩的日本比賽 是過一秒都不讓你過 是非常非常殘忍的 日本人的那種執著呢 你是沒有數講的 好啦 17點50分 不知道再多遠距離 10分鐘 夠不夠處理它 通常在比賽的時間 這些就只有低頭死衝了 哪有時間做網標 去得多少就多少 沒有數講的 這個是虛擬比賽 但是去到連距離 就什麼都沒有 買過可樂筒 自己開心就算了 那如果是真的比賽 其實你過了終點 會有人歡呼一下 叫你的號碼 叫你的名字 再大型這個比賽 那種震撼力更加沒得說 又講回去年的PTL 過終點那一刻 那種震撼力 這一輩子都沒忘記了 所以玩比賽那種過癮 沒玩過大家就會知道 我覺得是疫情過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都值得試一試 由短距離的蠻蠻開始 尋找個樂趣 找東西玩一下都OK 忍著偷望一下地圖 發現原來大概一公里 現在還有七分鐘的時間 七分鐘一公里 平時就沒問題 累積了三十多公里的距離 所以就要出點力 跑完去跑完去 雖然沒什麼特別的意思 但給目標自己才好玩的 九個小時九個小時 跑完去跑完去 講講 其實剛才幾K 都開到六分鐘一KP 那來到這裡 應該都沒問題的 但是 一KDM 是我推算的 只要看地圖 未必真的距離 所以 都還要駕駛時間 好像到了 咦 真的到了 OKOK 那我就應該 十九完成了 OK 現在時間看一看 是十一點 十七點五十五分 不知道看不看到 OK 十七點五十五分 喂 還沒完的 先進去 年紀度打卡 可以了嗎 我也是一個故事的 在日本 以為過了 Check Point 原來還沒過 幸好隊友阿邦 叫一叫我 說不知還沒過 Check Point 在 Check Point 之前三秒鐘 過那個 Check Point 多驚險 OK 好啦 要買個可樂獎 自己 在這裡休息一下 看看車子幾點鐘 好 玩完 由於還要三分鐘有車關 喝不到可樂 趕下去搭車 如果不是呢 這裡是假日 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 平時一小時搭車 在開時間 好啦 那來搭車的時間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好玩的比賽 希望大家有興趣 如果喜歡我的短片 記得訂閱頻道 以及分享給大家興趣 行山交友的朋友 請緊起 下次再見 拜拜